最近看到个便宜的猫棒 58元的VIZO V2801F 查询文档发现 它是双模猫棒 支持E胖和G胖 下面的示意图做的比较简单 大部分接交换机后 还需要接路由器拨号 硬件参数方面 温度范围比较小 只有-30度到60度 企业级的设备一般到85度 功耗小于等于4W 下面的端口参数显示GE 也就是千兆口 它不支持2.5G速率吗 我还有一款ODI猫棒 同样是双模的 我们拆开看看它有什么不同 上方是ODI 下方是VIZO 它们的外壳结构差不多 内部芯片方案也很接近 ODI用的主控是RTL9601D VIZO用的主控是RTL9601CI 主控集成内存 所以主板上没有单独的内存芯片 只有一颗外挂闪存芯片 大小都是8兆 我觉得它们的主要区别是 是否原生支持2.5G 因为一胖协议无法突破千兆 单独找个一胖Olt 没有意义 所以下面的测试只测G胖 接下来我使用中芯G715 当做Olt 我们来测试一下VIZO的猫棒 它的最大速度怎么样 中芯的G715的2.5G口 J5的小主机 里面跑了OpenSpeed Test的测速程序 然后用它的下行光口 通过光线 你捏这个VIZO的猫棒 然后再通过2.5G交换机的2.5G网口 连接我的电脑 目前已经注册成功了 这个VIZO V2801F已经注册成功了 这个注册其实也很简单 点击高级设置 点击G胖设置 LOID设置SubGateway 这个字母G大写 然后密码是10个0 下面这个密码也输入一个0 然后正常的认证模式 VLAM就设置为透团模式 这个签状模式上下行跑满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试一下让它跑2.5G模式 下面我换上Github上最新的固件 它支持2.5G速率 以及漂亮的UI界面 刷机方法很简单 打开这个地址 直接上传新固件即可 这个系统支持2.5G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状态 也是注册成功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凑数是多少 下行跑到了2456 2.5G是跑满的 但是上行速度跑不满 可能是这个锐域芯片都是这样的 和这个ODI的是一样的 再来一次 上行速度依然跑不满 上行速度才这么点 目前锐域芯片存在的问题是上行速度偏慢 然后再试一下ODI的 ODI的页面排版与Visor是非常相像的 就是一个Pump状态 然后下面单独的一块是机Pump状态 这个排版是一样的 其实它的注册也差不多 Subgateway 然后全是0 然后这个下面就随便填 在VLens里也是透传模式 这个地方也是透传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能跑多少 上行速度不过千 这个速度其实一般来说是够用的 大部分国内宽带的上行速度都很小 一般就是一两百兆 所以这个960的上行也是够你用的 如果你把它当作局域网的设备 连接主光猫来用的话 那么这个设备的上行就会存在一定的瓶颈